是的,這個我們很難想像到的是孫協志出了第三本新書 而且這本書是旅遊書啊 這本書叫做自由自在,現場訪問到的是孫協志 是是是,大家好,我是協志 是,好,然後呢,我們要講到王文福的部分了 對於那個你的partner來說啊 王文福算是很早就定下來的 那就是對你來說覺得就是 他定下來對你會不會有一些影響這樣子 就是覺得我也應該定下來 多多少少吧 他是,我覺得就,我每次看到他我就跟他講 我說哇,我真的覺得你好幸福這樣 就我自己也會很羨慕他 不過因為每個人的際遇是不同的嘛 人生跟際遇都是不一樣的 我自己覺得我沒有辦法啦 也,我當然很希望或很渴望有一個很好的家庭 但坦白講,對現階段的我來說 工作,然後還有整個演藝圈還有我的家庭 基本上是不允許的 所以我並沒有想太多這個事情 現階段就我覺得 反正順順的過吧 那我先把自己接下來的事業好好的完成 應該是說感情上就是會有一個寄託 可是還沒有到定終身的程度 也沒有耶 目前也沒什麼寄託可言 現在目前就是 這幾年都是一個人這樣 那也不是說不想談戀愛 我覺得會有點不敢 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只要隨便一個消息 你可能都會影響到別人 因為自己成本的關係 然後大家又很關注 那你今天 你只要喜歡一個女生 或是跟人家拍到或幹嘛 你可能跟人家只是吃個飯 那你影響到的還不是 就是媒體怎麼寫我 我這個人是不會在意的 你要說我 什麼掉頭髮 你要說我出去殺人犯我幹嘛 我其實一點都不在意 隨便你怎麼寫都沒關係 但我不希望影響到我身邊的人 因為 你寫到了對方 那個女生不管她是圈內外都好 你一定會影響到她身邊的人 影響到她的工作 影響到她的家庭 影響到她的家庭 對或者是會 會間接讓人家有一個錯覺或幹嘛 那 那這樣相較之下 我是不是去害了別人 所以 我會覺得 就自己會很care這個事情 所以說因為事業而影響到感情因素這樣子 好 不過你剛剛有講到這個 調髮的部分呢 這個最近的新聞 是啊 是 這個對於 你知道嗎 我那天想說 要不要做點功課 我們來用Google查詢孫協志 然後前三名 孫協志 凸 孫協志 吊法 吊法 孫協志 哈哈哈哈 你說搜尋的錢 對啊 就是你只要去Google 打孫協志這三個字 所以你看這個禿頭的問題 是困擾著全台灣所有人 應該是講全世界多少人 而且最近剛好有這個新聞 你真的很care你的法量的問題嗎 我其實 我坦白講 如果我今天什麼都不是的話 我只是一般人我根本不care 我就乾脆把它剃光就好 也不用多花錢 也不用去擔心什麼事 但因為你今天既然要做一個公眾人物嘛 你所有的表演跟工作都是大家看得到的 你還是門面要好看啊 嗯 那你門面不好看的話 大家也不舒服啊對不對 那今天又要 如果你又想當一個領導者 嗯 那又是那樣的狀況 我覺得會不好啦 因為剛開始覺得自己比較 額頭比較高的時候 那時候心裡是怎麼想 就不管他反正 沒時間去處理 就一直往外出 起初是 我好多年前知道自己掉頭髮掉得很嚴重 那會 就越掉越多之後就覺得心情很差 因為 就有時候趙鏡子就覺得說 怎麼會變這麼嚴重這樣 就很難過 後來就也問過好多方法 然後之前好多年也都是 就試了很多種方式這樣 不同品牌的洗髮精啊 然後還有去一些療程啊 幹嘛的這樣 就是想要看能不能救的回來 那 禿頭這個東西 它算是不治之症 對 在醫學來講是 它沒有 它算是沒有辦法救的一種病 那這個 但這個病不會致命啦 它就是 所謂的雄性禿 或是遺傳 或是幹嘛的這樣 那就是說 現階段來講 就是說 只能有去控制它 就把它控制住 但它沒有辦法根治 所以 就包括噴頭髮的保養品 包括 洗頭髮的 就我現在在用的 包括很多聽到有人用吃的那種藥物的東西 都是 你只要一用了 它可以控制得住 可是你必須要一輩子都要用 因為你只要一停了 它就開始掉 對 所以說一開始的這個拯救方法就是一直往前輸這樣 之前會這樣子 之前會這樣 那後來 後來就是這 後面這半年一年的時間真的有比較好一點 對這陣子大家有看報紙就知道這個 花了很多錢 是啊 差很多 真的說是這樣子 沒辦法 這個又是必然要花的 我也不想花 嗯哼 好啦 不過那個我們剛剛講到王仁甫的部分 其實要你覺得王仁甫對你來說是一個 因為你們現在都是公司的管理階層嘛 然後就是表演上的夥伴 可能像是說新節目兩個都有一起去嘛 那你覺得王仁甫對你來說是一個什麼樣的夥伴 我覺得他我常常講說仁甫是一個天生的藝人 因為他真的是很天才型的表演者 他不需要太多的彩排 寄東西也很快 然後反應也快 他可以在一瞬間想出很多讓人家印象深刻的表演 那對於我來講 我覺得他會是很好的一個朋友跟夥伴 因為他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 他也有很多的創意 所以包括像這陣子在經營公司上啊 他給我的啟發其實也還蠻大的 因為他有很多的想法是 我覺得我自己大概都不會想到的 雖然有一些會很過頭啦 但就是我覺得那沒有關係 因為本來要創業啊 要創造一個新的東西就是要像他這個樣子 是 好然後呢這個剛剛有講到新節目啊 這個新節目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新節目就是在這個每個禮拜六晚上的華視 每個禮拜六晚上八點鐘華視的綜藝大國民是 有憲哥協志仁甫王東城還有黃鐙輝一起主持的 其實這個主持概念就是說 這個節目應該是近幾年來 所有電視史上很少見得到就是 這麼大成本大手筆的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營造出以前大家在看三台啊 看三台電視綜藝節目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主持人說學都唱樣樣都行 因為我們這個組合大家知道就是一看 因為很能講很能演很能唱也能跳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去 在綜藝節目裡面找回以前大家在看 比方說鑽石舞台啊 什麼黃金五虎將那種類似那樣的一個感覺這樣 就是每個人的分工這樣 對然後跟表演這樣 好這個禮拜六晚上八點大家可以看一下華視這樣子 好不過今天協志是來跟大家介紹他的新書的部分 所以說新書也會有簽名會 欸沒有錯就是在這一次我這個自由自在啊 孫協志東京自慢之旅呢 有一個北中南的簽書會 那時間就是在7月10號第一場喔 禮拜六下午兩點鐘在台北永漢日語書局 然後7月11號總共有兩場 先是下午的兩點在高雄的永漢日語書局 然後晚上的7點半在台中中有百貨的AB棟中庭 那詳細的情形大家可以到這個 凱特文化的出版社或者是說的網站喔 或者是說喬結利官方網站 或者是孫協志的部落格去查 我都會PO相關的這個簽書的訊息這樣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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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今天我們就謝謝協志來這邊介紹他的新書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辛苦了